嗨 大家好 我叫王石熙 一个没有心跳的室友老师 听着吓人吗 导演也不让我这么介绍 说太吓人了 我时候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这个呢 是人工心脏 走电的 不需要心跳 导演说 嗯 吓人的是室友老师 关于人工心脏 我在突围赛已经讲过了 运行得很平稳 非常安全 大家别害怕 就我在这个舞台上 唯一的优势就是心不慌 我这个是持悬浮人工心脏 最怕的就是强磁场 比如像电磁炉那样的电器 我就不敢靠近 学生为了庆祝我出院 特意安排了个聚餐 在火锅店 满满一屋子电磁炉 我一看 各位这是要恩将仇报了 恨我不死 我就要走 一看大家都很失望 我说 各位 咱们将心比心 学生说比不了 你那心那么厉害 老师不行 你就在门口吃呗 我在门口 端着他们送出来的食物 看着他们远远地举杯和我庆祝 我当时就想 我这是报应啊 没想到有一天 能被他们 连到门口发战 当老师 有的时候会有很多坏习惯 在大家的印象中 很厉害 我这次来的时候坐火车 旁边一位阿姨 得知我是老师以后 对着自己的小孙子说 你老实点 旁边可是老师 我一看小汉哥那 挺可爱的 我你闭嘴坐下 然后整个车厢就安静了 你看 有时候老师 你要不严厉的话 真管不住学生 有一天我上课 刚画好图像 我同学们 来 看一看这段开的图像 今天我们学习一个新函数 叫做分段函数 刚说到这 一个女生站起来哭了 就跑上去了 突然间 两个跟他挺好的女生 也站起来 就跟着跑了 我还问 我说 这个函数这么感人吗 一会儿回来一个女生跟我说 王老师你别生气啊 她和了三年的CP 刚分手 听不了分和断这两个字 你把她给我叫回来 叫回来还没完呢 跟着 我给你别哭了 没出息的样子 你停两天 老师马上讲复额喊书 就因为我好说话 真的 学生就掌握规律了 专门挑我的课去厕所 你感觉咋来这一天 就等我这节课呢 校长就找我说 王老师你得管一管啊 再不管 你一般就上厕所 上数学课了你知道吧 我说 她醒下 我怎么拒绝她 还拒绝 你学学别的班 那老教师为什么 人家班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去看了 老教师确实厉害 学生刚一举手 啪个眼神过去 彷徨下眉了 就别说学生 连我都一抖 我 这眼神太有用了 这个得练 然后我就回家开始练 对着镜子 这个动作一定要注意 要有突然的一下 第二天我上课的时候 我就想 再也没有人乘我这儿 可以上厕所 敢举手我就杀衣警摆 刚进教室 一个女生举手 老师 我要去射手 嗯 学的 她听不见呢 我要去射手 刚上课 下课干嘛来的 下课帮英语老师批原子了 回课完了 瞪尴尬了 为班级服务 我说 去吧 老师天有点黑 他能陪我一起去不 哎呀 去去去去去去去 刷出去六个人 我说了几个句 干每一行都不容易 现在呢 因为我的伤口啊 这个地方还有电线 它不能愈合 水有感染的风险 不能回到教学一线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把这个机器能摘掉 重新回到课堂 毕竟 那眼神它不能白练 谢谢各位 可以可以可以 嗨大家好 我叫王时期 对 我和这些脱口秀专业的演员不一样啊 我有固定工作 我是一名高中的数学老师 脱口秀是我的业余爱好 这个热爱呢 主要是因为现在 我们那里抓补课抓得太严了 给大家看点好东西 就是这个 就是我是中国第一颗人工心脏 人工心脏 就别紧张 你知道我不是带货的 其实我这个手术 大家也别紧张 就是个小手术 就是把心脏拿出来 按一个磁绢腑的小背 再把心脏放回去缝上 反正手术之前呢 医生什么轻描淡写和我说的 手术醒来以后 你知道吗 我看着站了一圈的医生 每个人都这个表情 行了行了行了 成功了成功了 还拍拍我 小伙子 恭喜你重获新增啊 去同志家属 人活了 我这个人工心脏 需要电池来工作的能量 每块电池 我带两块电池 每块电池能供八个小时 就我的一天是 8加8加8小时 是不是听了就比24小时 时间长 第一次见到这个以后 杨伯恩一直跟着我 问我 哈喽 王老师 你会支持地球一小时 这个活动吗 真的 就在我的认知中 就需要充电 才能够行动的 就只有奥特曼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 真的只有奥特曼 才可以这样还是 我就觉得 有些人以前 跟我开玩笑说 你相信光吗 我觉得挺大个老爷们 这么幼稚 后来新闻说 我们家那片要停电 挺长时间的 我有点慌了 我买了块太阳能电池板 医院也挺着急 给我打电话 问我 王老师 这长期停电 你怎么办呢 我说你相信光吗 出院的时候 一通说 自信点 你可是中国第一代钢铁侠 我说啥呀 我这不是第八代电动车吗 不过也确实提升了一些能力 那就是我的消费能力 就ICU大家去过吗 没有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那里毕竟是中国消费的天花板 就特别好 真的 我就觉得ICU里边 它毕竟贵有贵的好处 服务很到位 就每天早上给你抽血的时候 都会播放一首吉祥的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出院以后 被别人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你带这么个机器 你怎么洗澡啊 我就觉得这问题很好奇 怎么会好奇这种事情 我哪里就不好奇 奥特曼怎么洗澡 后来我一想 对于奥特曼怎么洗澡 我就上网查一查 网上真有 说奥特曼呢 得用高压气流冲刷 用水啊会漏电 用刷子会掉漆 我就觉得 提醒我了 我不能用刷子 用完刷子 我就叫盲石 因为会掉漆 真的就我在这里边 我就挺感谢 就是在我有病期间 照顾我的医生和护士 特别不容易 真的 你可以不相信光 但你要相信中国科技在进步 如果你现在真的有什么病 在痛苦之中 记住我的话 等 我这颗心脏 等了17年 终于等来了人工心脏 对 所以你就记住 没有什么是不能等来的 谢谢各位 我要下一层电了 我是王世奇 哇 好神奇啊 人工心脏 心脏 所以是先天性的 是吧 我是先天性的 扩张性心肌病 然后等了17年 等到这个技术 然后发现的时候 到现在 到移植前 葬了17年 这个名字就是 纪念这件事 对 为了纪念这件事情 太帅了 现在在裤腰 在这个地方 它就是 因为它这有个线 连接在身体里边 就有一个电线 是到身体里边 连着这个什么 那你太不容易了 那就赶紧去充电吧 我们不能再耽误它 好好好 林总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 没有没有 我就是刚才 我不是好斗 我一直在站起来吧 属实是那一阵 就快没电了 然后我合计 演完一场 我就下去了 然后就结果 就没想到 兔子就演员 就是见死不救 你知道吧 谢谢王时期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嗨 大家好 我叫王时期 对 我和这些 脱口秀专业的演员 不一样 我有固定工作 我是一名高中的数学老师 脱口秀是我的业余爱好 这个热爱呢 主要是因为现在 我们那里抓补课 抓得太严了 给大家看点好东西 就是这个 就是我是中国第一颗人工心脏 人工心脏 就别紧张 你知道我不是带货的 其实我这个手术 大家也别紧张 就是个小手术 就是把心脏拿出来 按一个磁拳幅的小背 再把这心脏放回去 缝上 反正手术之前呢 医生什么轻描淡写 和我说的 手术醒来以后 你知道吗 我看着 站了一圈的医生 每个人都这个表情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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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成功了 还拍拍我 小伙子 恭喜你重获新生 去 同志家属 人活了 我这个人工心脏 需要电池 来供他的能量 每块电池 我带两块电池 每块电池能供八个小时 就我的一天是 八加八加八小时 是不是听着就比 24小时都时间长 第一次见到这个以后 杨伯恩一直跟着我 问我 哈喽 王老师 你会支持地球一小时 这个活动吗 真的 就在我的认知中 就需要充电 才能够行动的 就只有奥特曼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 真的只有奥特曼 才可以这样还是 我就觉得 有些人以前跟我开玩笑说 你相信光吗 我觉得你挺大个老爷们 这么幼稚 后来新闻说 我们家那片要停电 挺长时间的 我有点慌了 我买了块太阳能电池板 医院也挺着急 给我打电话 问我 王老师 这长期停电 你怎么办呢 我说你相信光吗 出院的时候 医生说 自信点 你可是中国第一代钢铁侠 我说啥呀 我这不是 第八代电动车吗 不过也确实提升了一些能力 那就是我的消费能力 就ICU大家去过吗 没有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那里毕竟是中国消费的天花板 这特别好 真的 我就觉得ICU里边 它毕竟贵有贵的好处 服务很到位 就每天早上给你抽血的时候 都会播放一首吉祥的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出院以后 被别人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你带这么个机器 你怎么洗澡啊 我就觉得这问题很好奇 怎么会好奇这种事情 我问得你不好奇 奥特曼怎么洗澡 后来我一想 对于奥特曼怎么洗澡 我就上网查一查 网上真有 说奥特曼呢 得用高压气流冲刷 用水啊 会漏电 用刷子会掉漆 我就觉得 提醒我了 我不能用刷子 用完刷子 我就叫盲石 因为会掉漆 真的就 我在这里边 我就挺感谢 就是在我有病期间 照顾我的医生和护士 特别不容易 真的 你可以不相信光 但你要相信 中国科技在进步 如果你现在真的有什么病 在痛苦之中 记住我的话 等 我这颗心脏 等了17年 终于等来了人工心脏 对 所以你就记住 没有什么是不能等来的 谢谢各位 我要下一层电了 我是王时期 哇 好神奇啊 人工心脏 心脏 所以是先天性的是吧 我是先天性的 扩张性心肌病 然后等了17年 等到这个技术 然后发现的时候 到现在 到移植前 站了17年 这个名字就是 纪念这件事 对 为了纪念这件事情 太帅了 太帅了 现在在哭腰 在这个地方 它就是 因为它这有个线 连接在身体里边 就有一个电线 是到身体里边 连着这个什么 那你太不容易了 那就赶紧去充电吧 我们不能再耽误它 好好好 林豆有什么 要跟我们说的 没有没有 我就是刚才 我不是好豆 我一直在站起来吧 属实是那一阵 就快没电了 然后我合计 演完一场 我就下去了 然后就结果 就没想到 脱口秀演员 就是见死不救 你知道吧 谢谢 马世青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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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